好,那在评论他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B要能够追上A的话呢 达到A,然后A仍然在上升中 只要问你,这个B必须要大于多少 好,那可能我们先想一下 今天如果说你B要遇到A 这个遇到的时候A还在持续在上升中的话 那请问B遇到A的时间有没有受到限制? 有啊,对不对? 因为A他到某个时间他就会追到他的最高点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内 你B我追上A,那就没问题我在上升中 那万一等到这个A上升到最高点就再下来 时间再拉得更长一点才遇到他的话 那他就可能就在下降中才遇到了,对不对? 好,那先想一下 到底这个A飞多少时间可以飞到最高点 我就先把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把它确定下来 好,那安同学想一下 10的这个速度牵直上 好,对不对? 什么时候会飞到最高点 好,再会吧,什么到最高点? 上升到最高点这个瞬间 B刚好等于多少的时候? 等于0嘛 好,所以想一下 只要算这个时间 马上要用什么? 等加速度运动的时间 就是用速度变化量除以什么? 加速度 这样可以吗? 你就用量子来算就好 好,那请问你哦 你从10的速度变到0 所以这个速度总共变化多少? 变化了10 加速度多少? 好,我们这个题目是给10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哦 表示几秒钟这个 这个A就贴到最高点 1秒钟 好,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今天 B如果遇到A的时间 只要比1秒钟还要短 表示在上升就去遇到它 你遇到时间如果超过1秒钟 A早就下降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想的是什么? B跟A相遇的这个时间 相遇的这个data T 一定要小于等于1秒钟 等一下 他说上升中 有没有到最高点? 没有 所以等候能不能成立? 不行 你要这样 相遇时间要比这1秒还要短 0.99秒还可以 可以上升中 还没有到最高点 这样可以吗? 用这个想法 好 那所以怎么算这个相遇时间 用这个相遇运动来看最方便 对不对? A B两个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两者的什么些相同? 加速度都是这个g 往下 对不对? 所以A看B 来说就做什么运动? 的速度运动 对不对? 好,那这样哦 以A的观点来讲 两个加速度相同就看不到加速度了嘛 所以A会觉得这个B 用多少速度在接近自己 所以用什么? A看B的速度 所以用VB-VA 好,可以吗? 所以这样哦 代表就写 用距离除以时间 所以20公尺除以这个接近速度 就是我们的B-10 这样可以吗? 所以以他来看的话呢 这个相遇时间就不能够怎么样? 不能够超过1秒 要小于1 这样可以哦 这样可以解除我们的V 好,所以一过去之后 20小于这个B-10 这个B-10 对不对? 所以这个B至少大于多少? 一过去 答案就是30公尺每秒 好,这样问题 所以这个B-10 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相对速度 好,所以答案就要选30公尺每秒 00颜 met 00� 1 2 2